法國黃背心運動持續延燒 跨入2019年仍未見消散 而這場抗爭也影響到了 遠在千里之外的中國大陸 因為這群抗疫群眾 身上穿著的黃色背心 大多是由浙江一家背心工廠 製作出口的 這個背心都跟我們平常 生產的產品差不多的 然後我們這小狗 寵物上面的背心 我們也有在做 我們主要產品 還是到歐盟一些國家去的 法國爆發黃背心運動以來 工廠訂單量突然大增 平時平均一個月 二十多萬件的生產額 現在一個月則突然暴增到 將近三十萬件 像是十一月就突然接到 五萬件的一筆雞丹 要在聖誕節前出貨到歐洲 那義烏市場的話 按照我們行業裡面 義烏市場的話 其實有很多這個背心的話 過去是達不到 達不到歐盟的一些標準 強調自己工廠生產的黃背心 品質價格在業界都是有口碑的 而這一次千里之外的法國發生暴動 造成當地巨大的經濟損失 令人沒有想到的是 因為這起抗疫運動受賄的 竟然會是遠在大陸的一家背心工廠 記者晚上安報道